哎,你练的是横链达姆老祖一金经,奈何有一节,我师父专教我破这手功夫。 我师父提起来,恐怕您也知道,我师父姓陈,叫陈子平。 这个人是谁呢?这个人姓王,叫王伦。 这个人家里边开了一个茶叶庄,在他们茶叶庄上呢,有一管事的,这管事的姓陈叫陈子平,书中代言是一位隐士的剑客。 这位剑客也有什么能类呢?专门会点穴,他经过高人的传授会点穴之放。 上了岁数了,在京城茶叶庄里边,给人管管事,谁也不知道是位高人。 可是这个王伦王子凯他爸的呢,发现自己手下这管事的不同寻常,有意结交。 这一天老哥俩闲家无事,一块里聊天,这个王老头,可就跟陈子平陈先生说了。 说陈先生啊,您也上个岁数,在我这儿干得也不错。 哎,您老家是哪儿啊?还打算不打算回去啊? 您要不打算回去,我打算拾得出两间房来,就给您养老了。 皆因为我瞧出来了,我这个买卖离准您还真是不行。 再换一位管事的,不能够得心应手,管得这么好。 陈子平一琢磨,自己半生飘零,老来能得一个好的归宿,也不错。 得了,既然东家您说了,那您就石头房,我不走。 敢是石头住房,一道王家来住。 这个老王掌柜的,可就又提出来了,我看您跟一般人不一样,很不一样。 我老觉得您有功夫,嗯? 我有功夫,您怎么瞧出来呢? 您看,茶叶庄上那么些个活儿,那么些个事情,那么些个人,都得您管。 我看您那精神跟一般人就不一样。 另外,您走道跟他们也不一样。 您瞧您那鞋,老那么干净,我擒刷啊? 不是,您走道脚不沾沉。 很怕您有功夫,您要有,您跟我直说,您要没有,您也跟我直说。 有怎么样,没有怎么样,您要没功夫,今儿这话算我没提。 您要有功夫呢? 我打算让我这小孩跟您小一小,练练童子功,不为了日后有多的出息,就为这孩子强筋断骨,能多活些年运。 就是这意思,陈子平一听乐,我这功夫有是有,教不了,怎么,这小孩吃不了苦,我这个功夫是杀人的功夫。 啊,什么功夫?这是一种气功,而且是砖破别人气功的这么一种气功。 你知道有金钟罩,铁不沙啊?不知道,就是刀枪不入,刀砍上一道白叶,枪扎上一条白点,就这个,我专练这个。 我这二拇指啊,比刀枪还厉害,是啊,笨子,你跟我来,把老头领的柜上,拿这茶叶包,你看看,这茶叶包,拿二拇指这么一碾,茶叶包上一哭了,拿二拇指往茶叶包一出,扑,就一眼儿,这是软东西。 软的东西比硬的东西还难练的,它不着力,家里看个硬东西,这儿有柱子,拿这手往柱子一摁,往里这么一钻,一会儿钻一窟窿,你看我这手指的有功夫没有? 这看不异常了,哎,有的练功练左了,那手指的啊,又长又粗,练的都不会打弯,那能跟人动手吗? 我这功夫是纯凭天然的气功,别看我功夫不小,不能教人,教给这人,这孩子出去扑扑扑,拿手指力捅,都跟捅坏了,那不成。 那,那怎么办呢? 得了,我在您这儿住着,您也别跟别人说,我会功夫。 陈子平跟着王长官又回家,可是暗含着,他可就注意这小孩,王伦王思凯了,这小孩不错。 他爸爸也没跟着说,天然的,他有这么一份聪明,每逢见着陈子平,陈先生说呢,格外的那么尊敬。 老头按含着,开始教这孩子吐纳之法,老长官并不知道,恍恍恍恍,这孩子都到了二十了,这功夫可就不小了。 老头,老头这一天,叫无疾而终,陈子平这才把王伦叫到面前,当初你爸爸笼络我,让我到你们家来住,管我这二十年饭吃,可是,我来的时候你还小,他让我教你练舞,我没答应。 直到你爸爸死,他也不知道你跟我小我武术。 陈先生,我跟您小什么武术了,我不就每天练练气吗? 我倒觉得,我吃饭吃脸不多,可这一天牢挺有精神,也不等睡觉,哎,这就是功夫。 你的根基打得不错,但你爸爸死了,我得对着起他,从今天我正式收你为徒,我教你练舞。 看出来了,王伦是个好孩子,这才教王伦真正练舞。 您琢磨琢磨琢磨这孩子童子功,打几岁,练得现在二十了,十多年的功夫,比别人练五,快得多。 二年功夫,陈子平,把毕生绝学可就都交给王伦王子凯了。 王伦王子凯会点血法,端破别人的硬功夫,可是不许出去练气。 你这个太得嘴的人,毁人的功夫,毁人的名誉,王伦也没跟别人动过手。 陈子平呢,一看这孩子功夫也练成了,老健可走了。 王伦每每思念恩师,经营这个茶叶桌,家里边呢,吃喝不从,自己每天就是闲溜。 走到围火山这儿,看见铁木金,跟这个石玉山,彭坤这两个人,因为这个买肉,全动起手来。 老师是高人,别看隐居在北京,把北京城会练法式的,全都跟他说过。 其中特意跟他说,就在京城之中有几位了不起的人物,别说是你王伦, 就是师父我要跟这几位碰上,也不见得打得过人家,都谁呀。 当时可就提出来,在北京南城,有这么一个条街叫牛街。 牛街有个清真寺,寺里边有的一位筛个也叫金一丸,这可是为建口。 街因为他是清真文,马门长的亲师弟,这个武术已然通了悬了, 掌中这么一根铁通条,说行话那叫绝,打遍天下,敢说喊逢敌手。 师父我跟他是个多年的慕名的朋友,并没有动过手,但我知他把势好。 另外,有个外府来京的高人,就是一目了然僧,就在全门外北火山这儿交了两个得意的徒弟,也交了十来年了。 这两个人,别看不在江湖上,没出来练过,但是武术不错,并不在你之下。 王伦知道,所以王伦自从老师走之后呢,竟跟人打听北京有没有练武好的,人跟他说了北京现在可出来能人了。 就在贝勒浮有个教师爷叫佟林,见客门徒,尤其两次杭州泪露个大脸,这事他都知道。 今儿走到这儿没想到一波全碰上了。 这才把以往的事情都说明白,四个人不由哈哈大笑。 你我四个人都在京城当中,咱们的老师彼此还都有些个名望, 还都认识,咱们也算是不打,不相识,把卖牛肉的叫过来,把肉汉给人家,咱们也交到个朋友吧。 再找卖牛肉的铁三板没了,被咱们铁三板先喊着,一喊一个个都比我高。 我打人三下,没打动人家,人要打我,那也说了。 我挨不住他三巴掌,挨不住他三手指头,那个又说了。 他挨不住他三手指头,他挨不住他一手指头。 那我这三下到人这一手指头手里头,我没了。 我别找这份寒天,他要一动那牛肉车子,他就走不了了。 这种真大口,人家丁锐龙那套的本啊, 他也不管人丁锐龙那本了。 什么叫刀,什么叫撑,全不要,自己封开人群,撒腿就跑。 敢这几位把话说明白了,回头再找铁三,可找不着了。 哎呀,王伦一看,我说,街坊们,乡亲们,卖肉的什么时候走的,有瞧见的没有啊? 真有爱管闲事的。 我瞧见了,你认得他吗? 我都不认得他,我认得他那领东的。 哦,他领东的谁? 您知道有个丁锐龙,那我太知道了。 那是老链? 好,丁锐龙五十多了,本领可大了。 他师父跟我师父也是慕名的朋友哦。 对了,跟您说,这位就是丁锐龙府上的,标局的里头住。 不知道怎么下街卖了牛肉了,今儿头天开张就不让你们继位了。 哦,那怎么办? 你要认识的话,你领我们来一趟吧。 我说,你们二位,给人拿肉去,咱们来一趟丁锐龙的标局的吧。 好啊,索不齐这几位啊,也闲着没事。 同海川一琢磨,我本来想上刘里长买书去。 这我也甭去了,我交交北京江湖上的朋友也是好的, 瞅这几位本领都不错。 当下,这位石玉山,还有冯永志, 同海川,王子凯,四位带着钱,跟着管闲市的街坊, 可就问了标局呢? 到府上标局啪啪啪一打门, 门上的胖的手一看,这四位都不认得, 一报名是仿丁锐龙的,找标头来的。 撒腿往里就跑,丁锐龙一听干了。 这四位我耳朵里有, 我师父鞋长方飞活着时跟我念叨过他们的老师, 他们的老师比我师父能力都不在意下, 只要四位一块儿仿我, 我这标局的可干不下去了。 尤其同林同海川, 他本身身在标行, 怎么不顾标行的义气呢? 丁锐龙顺里边往外走, 一瞧这四位, 去都是神鹰内敛, 一团精气足满, 尤其切劳感同林, 往这一带, 双目炯炯, 一团精神足满, 人字脖子, 哈了家伙同林, 你别看长这模样, 这功夫, 瞧得出来, 可这内行瞧同林可怕, 外行瞅同林瞅不出来, 但是四个人都是一团和气, 你们四位找我什么事, 丁锐龙, 跟您打成一人, 有一个卖牛肉的, 是您标局的伙计啊, 丁锐龙一听, 我是卖牛羊肉出身的, 我这个标局的伙计, 大半都跟我卖过牛羊肉, 问的是谁啊, 您这一问我猛不了, 我手上有好几个卖牛的伙计呢, 您问哪个, 就是挺高挺爽, 这不牛肉车子我们都给推回来了, 他带着这根棍, 下街卖肉, 铁三, 今天头天上班就碰上四位甲鸽, 哎呀, 你惹谁不好啊, 你惹他们四位干嘛呀, 挥着牛肉车子找我讲理来了, 车子扣着这人还不知道怎么着呢, 他何处得罪思维啊, 但对我言, 我能管的, 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, 他说没什么, 就因为他卖肉啊, 跟别人不一样, 没要肉钱就走了, 连车子带肉, 连刀带秤, 都给我们撂下来, 哦哦哦, 是, 这本是我掏的, 他不心疼啊, 他人呢, 不知道啊, 这还冲您要人呢, 就因为我们四个人看着他, 有点爱惜他, 打算召集召集他, 哦, 是这么个意思, 来吧, 四位进来, 这才派趟的手, 去喊铁三板, 自己陪着这四位说话, 简单就把刚才, 因为蒸肉钱, 以至于动手, 铁三打了, 石玉山三掌这个事情, 他们一说, 自此无约一家, 敢说不打不相识, 一会儿就要瞅铁三爷从外边, 他就蹭进来, 你说怎么叫蹭进来, 不好意思进来, 丁门, 我替您惹祸来, 别说是你啊, 这祸一般人也惹不上, 就是我丁锐龙, 我是剑客门徒, 我的师父铁掌芳飞, 为朕京城, 要比起这四位来, 我丁锐龙就跟不会的一样, 这四位站起来一起抱拳, 丁大板, 您言语撤迁, 尤其这位子脸的, 他就是镇八方, 此面昆仑侠, 铜侠黑爷, 还不上前见过, 啪啪啪挨着一给指引, 铁三这台制头, 巨势高人, 资金满面含羞带亏, 我本身我也干不了这个, 这几位也乐了, 今晚你别让他下街卖肉, 我看这个人他也干不了这个, 你把你的经过说说吧, 铁三这台把自己, 怎么样在家里分家来到京城, 要结标, 丁锐龙把他救了, 周济到家里边, 以往经过这么一书, 那几位听得还不出奇, 唯独铜海川坐在这一听, 内中有软和, 不由勾起自己的心事, 自己回京这么长时间, 一直可没有贝勒爷的下落, 无非就是有书信回到了家中, 剧都是何春何吉两个人给我念这个信, 倒是知道贝勒爷平安, 但是软和从杭州来, 既然到了京城应该找我, 怎么没见我又回去了呢, 这个事我得问问, 问明白软和哪天到的京城, 今天已然是正月初五了, 软和软标头那天跟我动手, 还是童年腊月底的事儿, 那有个八九天了, 好吧, 今天话已经说明了, 我们也不便再次吵扰, 郑水龙说别家, 在我标局的吃饭, 大伙说不便不便, 几位可就都顺标局的出来, 各自道一声珍重, 叫做后会有期, 全都各自回去, 不说别人, 单说童林童海川回到了自己的家, 一看刘俊带着这几个师兄弟练得不错, 这才吃晚饭, 吃完了晚饭, 夜无数次是清晨, 自己可就又溜达出来, 跟人打听, 还奔前门外, 到前门外大吃烂, 干嘛呀, 上这复合号去了, 不是软和保镖到那儿吗, 自己够奔那儿, 软和又万一没走呢, 自己见面, 也是两个好聊聊, 来到了, 复合分号门口一看, 是个货站, 跟人一打听, 这趟标早就到了, 保镖的打官已然, 回转杭州了, 自己由复合号出来, 一抬头, 由对面来一个人, 哟, 这不是童师爷吗, 啊, 童林一听有点扎耳朵, 欧子西医阵, 可不是吗, 谁呀, 童林的师职, 黄灿的徒弟, 烙地燕的张雄, 太湖要镖就从他身上起的, 你是张雄吗, 师爷, 可不是我吗, 你也怎么到了京城了, 我来追标来了, 皆因为我师大远和保这趟标到北京, 我也保了一趟标, 我们俩约会好了, 要是能在京城狱子就在京城狱子, 我道上呢, 有点扎手的事情, 怎么办, 有人截标吗, 也不是, 到了过年这几天哪, 有些小毛贼都让我给打破了, 你可比原先长进了, 这不还是师爷您的教诲吗, 那么我耽误几天路, 我在赵城过的年, 到了京城, 我得上这福和根号还没找着呢, 这个我师大软和还在不在, 我也是找他呀, 到了京城请不来找我呀, 这不怕您了吗, 走吧, 您跟我到客栈吧, 感觉烙地燕的张雄, 你还在前门外住下了, 同林这台购奔客栈, 标杭的里头几个趟的手, 都过来给同林失礼, 同林一看, 你们是在客栈住, 还是跟我回家住啊, 师爷, 我们还就在客栈, 既然软和大爷, 也要回杭州了, 我们明天也就回杭州, 好吧, 那我在客栈里请你们吃饭, 客栈有什么可吃的, 咱们外边吃吧, 哎呀, 破五不知道, 都开没开张, 过去那破五啊, 有的买没开张, 有的还开不了张, 同林带着他们又客栈出来, 找一间开张的饭馆子, 请大伙儿他们一吃饭, 当然是同林花钱, 吃饱了喝足了一油未尽, 同林又带着他们买了点东西, 回转客栈跟他们这么一聊天, 不觉得月上东山, 天已经黑了, 明天我就不送你们小哥几个了, 我可就回家了, 好嘞, 那师爷您慢走吧, 同林同海川自己, 顺落地院的张雄住的客栈出来, 一看, 眼头的都是小胡同, 这小胡同冲哪儿, 直接不知道, 反正现在自己在前门外, 怎么着, 也得往北边走, 自己就认定了, 完北往东, 完北往东, 一会儿我就能到家, 他进这条胡同叫什么呢, 叫深沟, 现在你要到前门外这条胡同还有, 这个进了先一口, 过了兴农间, 有南深沟, 北深沟, 这么两条胡同, 童林可就进了深沟胡同, 猛然间, 就听见, 有刀的声音, 童林是炼家的, 对这个声音, 是格外的, 敏感, 他四下一看, 前后左右没人, 摘耳朵听了听, 似有吵豆之声, 而且, 已然把刀亮出来了, 路西里的有一门, 好像是顺这院里的发出的声音, 心里想, 现在天, 他已经黑了, 我蒙大家伙儿台爱, 我叫个侠客, 大过年的, 别有什么意外之举, 碰上咱别不管呢, 自己把自己的棉袍, 往上掖了掖, 提丹田气, 纵身行, 他可就上了这门楼了, 胳膊手一跨这门楼, 往院里一看, 院里是西围上的上房, 三间, 南北是厢房, 东边, 可就是自己身的底下这门楼, 厢房都黑的灯, 就在西房, 这三间上房, 一间黑的两间亮, 外间是唐屋亮的灯, 靠南头这间屋亮的灯, 由这个灯光上, 照在窗户上映出人影的, 看得非常清楚, 是一男一女, 这个男的手里边拿着一把刀, 这个女的由这男的手里夺这刀, 两个人正在争吵, 同龄一听, 这女的还真好, 你把刀给我, 让你动手, 你又不敢动手, 不让你动手, 你还断着这刀不放, 你把刀给我, 这个男的呢, 拿着这刀, 还不给这女的, 我说我动手, 就是我动手, 可见得你这个父道, 不是贤良之人, 有道是在家从父母, 出门从丈夫, 女子要懂得三从四得, 你既是我欺, 我既是你父, 那么你就应该听我的, 刀现在在我手, 我说我动手, 就是我动手, 一个不贤之人, 为什么要跟我抢脱这把钢刀呢, 他我不是瞅着你废话吗, 你要拿这刀, 你就去了, 那还用我干嘛, 你要是就动手, 我至于急成这样吗, 再说了, 我可告诉你, 你甭着我说三从四得, 但分我要懂得三从四得, 我能跟你干这个吗, 同林先开始一听啊, 俩人讲的还是大道理, 后手这两句同林一听, 这俩是干嘛的呀, 自己轻飘飘一片腿, 在门楼上蹦下来, 同林的功夫多顺呢, 屋里两个人是茫然的不知, 同林来到西屋的窗户底下, 一看这人都在南屋, 中间这屋别看亮着灯, 并没有自动静, 同林没干过这个偷窥的事, 自己呢, 只是听说过江湖人呐, 有专门用的, 诸宗, 随身呐, 这个夜行衣啊, 不有丝鸾带吗, 都在别的丝鸾带上, 用手一摸, 有诸宗, 在嘴里一抿, 拿这诸宗, 扎这窗户纸, 把这窗户纸, 点进小窟窿, 诸宗拔出来, 别的身上, 再透这小窟窿, 往里边看, 可是一般呢, 也有拿手啊, 占兔民的, 那就阴湿了, 这样没声音, 可不能直接捅, 直接捅啊, 那窗户纸最脆, 当时就呲拉一下, 乌林就知道, 这个排电影, 排电视剧, 是为了让您能瞧见那窟窿, 弄得都挺大, 有时能照整只眼神, 咋咋咋, 测血, 还给它, 还闪呢, 还冻呢, 那乌林能不知道吗, 尤其有冬天, 那一个小眼那风大似的呢, 同林没有这身夜行, 的东西, 同林只能用指甲, 稍微带点兔们, 一抠着窗户纸, 稍微捅这么一小窟窿, 自己虚目瞄一目, 往屋里这么一瞧, 可了不得了, 饶着同林同海川, 浑身的武艺, 成名的侠客, 当时下了一个温飞天外, 叫破散酒消, 同林, 往屋里这么一瞧, 真得说, 触目惊心, 令人生步, 窝子里头一男一女, 这个女的, 相貌凶恶, 身材高大, 挖子上脸可是倒长的, 黑沉沉一张大脸蛋的上面, 还净是白麻子, 这个女的长得比男的相貌还凶恶, 而且身材魁梧, 要不然她不能跟她的丈夫夺这口刀, 再往下边一看这俩大脚片, 三寸金帘呢, 是横的, 竖着是一尺五, 这男的呢, 还没她的这个妻子棍高, 略矮的扳头, 看年纪的夫妻二人都得在五十左右, 两人争刀这功夫, 嘴里不干不净, 互相谩骂的, 红林一看, 在屋里的靠着这个膝墙上, 是看, 看上头, 墙上钉着这么四个大钉头, 这钉子上拴着四个皮套, 有一个少妇, 浑身扒得赤条条一丝不挂, 这个胳膊腿都已然拴着皮套上, 给钉着墙上了, 但是低头垂眉, 一看是人事不醒, 昏厥过去了, 小虎威龙怎么看都是少妇来呢, 已然身怀有孕, 这女的给扒光了一场昏迷,